要了解一座城市 需要了解它的文化和历史 而每座城市的地标建筑 就是承载一座城市历史的鲜活载体 下面就让我们带您走进这些建筑 感受不同城市蕴含的独特文化 提起苏州就不得不说起园林 苏州园林作为东方园林的代表 面年吸引着世界各地的游客 苏州园林的历史 可追溯至春秋时期吴王的原有 形成于五代 成熟于赵颂 鼎盛于清代 清末时苏州已有各色园林一百七十多处 现保存完整的有六十余处 对外开放的园林有十九处 其中卓正园 网诗园等诞生于苏州私家园林发展的鼎盛时期 是苏州众多古典园林的典范和代表 花窗是苏州园林的特色之一 而在卓正园有数百余这样的花窗 透过不同的花窗我们可以领略到不同的风景 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移步移景 直尺之内再造乾坤是苏州园林建筑的显著特点 走进苏州园林处处可以感受到它的构筑精致 意境深远的建筑风貌 漫步在卓正园的长廊里 园中景色四格飞格 游绝美妙 那像我们通过这项花窗呢 我们可以看到苏州古城内的第一高塔 北四塔 那北四塔呢并非是在卓正园中 但是我们利用借景的手法呢 将这个塔像画面一样呈现给游客 这也是我们苏州古典园林的造园特色手法之一 福到园林怎知春色如雪 一群牡丹亭说的是一往而生的情爱 也将园林的美景传播到千家万户 一部《红楼梦》讲述了宝带差的爱情纠葛 和家族门底的兴衰起落 一个个故事也发生在园林里 据传曹雪芹六岁前就居住在桌正园内 因此桌正园的建筑布景 也为曹雪芹文学创作提供了原型和灵感 那在苏州园林中呢 可以更好的体验我们中国传统文化 以及中国古典建筑形式 像在我右手边的石坊建筑香州呢 它就是集中国古典形式中的 亭台楼阁谢于一身 更好的为妙为孝的 全是我们的这个建筑特征 那在我左手边的建山楼建筑呢 它的二层的窗户上 是用打磨过的这个贝壳 作为装饰也被称为明瓦 明瓦的作用呢 则是更好的透光 保温以及遮风 苏州园林亭械精美 花木繁茂 无论四十八节还是晨昏 都气云生动 风雾一人 在清晨 薄雾鸟鸣 游客身在其中 安静优雅 宛若先进 在山东滋泊 薄山区 有一座特殊的祠堂 它为普通农夫而建 有着一千四百多年的历史 如今 它不仅是薄山旅游的一大景点 也成为当地人的文化地标 言文江辞 又名 林泉庙 位于薄山区山头镇 西神头村 它始建于北州 在宋元时期初具规模 以后历代都有重修 现存的建筑均为明清时期建造 关于言文江 有这样一段传说 相传春秋时期 七国女子言文江 嫁到薄山下家为期 不料结果当天 丈夫就隐秉去世 此后婆婆将她设为萨门星 对其百般刁难 尽管如此 言文江始终忍辱负重 孝敬贡婆 最后为了救一方百姓 她舍身赌全眼 作画为神 可以说这尽管只是一个传说 但是为这样一个小人物 建造一座祠堂 逐见当地人 对孝文化的重视 言文江池由四个院落 七十余间殿坊组成 占地3660平方米 步入山门 迎面出现的是一座乡亭 上面悬挂着宋神宗所赐的封号 顺德夫人牌匾 乡亭里 木雕今生的言文江像正经微坐 绕过乡亭 位于院中心的是一个四四方方的池子 林泉 鼓鼓泉水从她北侧的山顶流下 通过大殿下方的寒洞涌进池子 进而汇入到当地的母亲河 孝富河 在灵泉北面的台积上 是颜文江池的主体建筑 有着1200多年历史的正殿 俗称无良大殿 这个像如这个正殿上面 它的瓦是我们当地比较传统的这个绿色的琉璃瓦 然后这个正殿上面还是比较罕见的这种九级七寿 并且它这个周围的斗拱非常的硕大 多达这个十一彩 在颜文江池 孝文化成为贯穿史中的主线 由颜文江池衍生出来的24孝词 文江庙会等等 都成为后人传承孝文化的一种新方式 颜文江庙会 这个于每年的农历6月29或者30的时候开始 那几天就是全区有15个队伍吧 通过这个台轿子 这个敲锣打鼓 把颜文江送回颜文江池内 通过这种形式来传达对颜文江的一个崇拜 或者是尊敬 再一个就是宣传这个秀北话 说到福州 人们必定会想到三方七象 在福州2200多年的历史中 三方七象一直是这座城市的中心 是福州的历史之源文化之根 从晋唐时期形成至今 古老的方向格局基本保留完整 是现代化大都市里不可多得的 礼方制度活化石 三方七象是由三条方和七条象 组成的这么大的一个街区 这里的建筑远看气势磅礴 近看每座宅子又有自己各自的不同 处处透露着南方园林的细致与精俏 三方七象自晋唐形成起 便是贵族和世代父的聚居地 是福州历史文化的精华 在清末民国时期 这里走出了许多对中国近现代历史 有着深远影响的人物 林则徐、沈宝珍、严复、林绝民 冰心等名人灿若繁星 以至于有一片福州三方七象 半步中国近代史的说法 抖转星移 三方七象已被现代化城市建筑包围 唯有方向里的故居仍在向人们诉说着过去的故事 在南后街北口西侧的阳桥巷上是林绝民故居 在这里依然能找到当年林绝民夫妇生活恩爱的场景 这里同时也是冰心故居 为什么这里是林绝民冰心故居呢 很多人以为他们是一家人 其实不然 林绝民在广州起义训难时 家人为了避难把这所房子卖给了冰心的祖父 因此冰心十一二岁时也生活在这里 所以既是林绝民故居也是冰心故居 在南后街南端澳门路上 这座巍峨的大院就是被誉为开眼看世界第一人林则徐的纪念馆 林则徐是福州人 他去世后 他的后裔和湘贤为了纪念他 修建了这座祠堂 纪念馆内展出了林则徐巩固海坊 禁烟抗舞等生平事迹 纪念馆的镇中心事玉碑亭 我们可以看见亭子上写的对联 苟立国家生死矣 岂因祸福必屈之 这是当时林则徐写下的著名名言 这句名言也激励着中国一代又一代人 我们可以看见亭子中间有三块碑 正中间这块碑是当时咸丰皇帝得知林则徐病逝时 为他写下的圣旨 以慰问他的家属 以此可见当时林则徐的地位和威望 而现在这里已经成为了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和国家禁毒教育基地 走在明清铺旧的青石板上穿梭在灰瓦白墙的仿向间 每座老屋甚至每一块石板都有着动人的故事 走累了来到三坊七向南侧的安泰河边 慵懒地靠在廊桥上喝一杯清茶 静静地品味着古老仿向时间的味道 城市的地标是前人给我们留下的宝贵财富 它诉说着一座城市的历史 也代表着一座城市的性格 静下心来细细的体味 就能够感受到不同的城市文明所散发的独特魅力 发现流淌其中的东方之美 国庆假期旅游购物会是很多人的选择 那除了大家耳熟能详的香港铜锣湾 北京王府井 上海南京路等一些有名的商业街之外 其他地方还有哪些值得一逛的商业民间呢 今天就请跟随我们的记者一起去看一看 如果您到乌鲁木齐时间非常有限 只能选择一个观光点的话 那一定要来的就是新疆国际大巴扎 巴扎在维吾尔语中是集市的意思 那我们所在的这个新疆国际大巴扎呢 就是被誉为世界上最大的一个巴扎 乌鲁木齐国际大巴扎 是一个集旅游观光 民族商贸 餐饮 民族艺术展示 零售五大业态为一体的国际大巴扎 有五千家商户 大多来自新疆各地的少数民族 也有来自全国各地的汉族 另外还有从巴基斯坦 哈萨克斯坦 吉尔吉斯斯坦 阿富汗等地来经商的外国人 经营项目不仅有水果 美食 以及各种休闲娱乐项目 还有服饰 鞋帽 地毯 刀具 乐器 工艺品等 在一家乐器店里 老板阿布莱提正在用他制作的乐器 演奏乐曲 招来顾客 像这样的音乐 一般都是我们什么时候会比较演奏的多呀 我接通说要弹这个 哪一个乐器属于我们是比较传统的乐器 这个杜塔 杜塔 两根弦的这个 两根弦可以弹出所有的音乐吗 当然 我给你研究一下 好的 除了能演奏 这些乐器还被制作成各种精巧的手工艺品 游客可以买回家做装饰 说起旅游纪念品 来这里游玩的人 一般还要购买一条或几条围巾 带回去送给亲朋好友 这种用爱德莱斯丝绸制成的围巾 特别受欢迎 这是刚买的围巾吗 嗯 怎么样 漂亮吗 挺漂亮的 我就觉得这边的围巾配上去挺漂亮的 而且颜色啊 很特别负 这边的大巴子啊 真的直到来 有很多好看的 据了解 艾德莱斯丝绸质染记忆 在大巴扎还可以享受到独具新疆特色的各种美食 烤肉抓饭 薄皮包子 新疆拌面等各种美味都可以在这里找到 此外 在大巴扎里面还可以欣赏到民族风情表演 体会丝绸之路上的多种文化魅力 逛完独具新疆特色的大巴扎 让我们再到江南小城苏州去看一看 与乌鲁木齐的粗狂相比 苏州则显得温婉许多 我现在就站在平江路历史文化街区上 我们常说苏州是一座水城 而平江路历史文化街区正是这样一水一街水街并行的格局 平江路北街着正园南跳双塔 全长1606米 是苏州一条历史悠久的经典水巷 距今已有几百年的历史了 在苏州流传着这样一句话 先有平江路 后有苏州城 漫步在这里你会发现很多座石桥 当地的老街坊说 每一座桥都有不同的特色和含义 需要慢慢地去感受和发现 那边过来有许多桥 卖肉桥都有一个古字 历史古字 那么这个肉桥比较流传的比较广的 一个古字就是古代 冬天 红尼 黄尼没有吃了 后来有个小子 一个儿子就把血 下的血做成高 叫血高 为他母亲 那么这么一个古字呢 一直流传到西日 沿街而行 走几步便能听到古琴悠扬 寻声向前便能发现一处能听平潭的茶馆 绕过前庭展设 后院即是舒畅 苏州人的闲事风芽也尽在其中了 苏州人的血管 上午呢都是南地都出来喝茶 那么喝茶呢 到下午呢喝茶呢 就是听试 听平潭 那么现在这里的茶馆听平潭呢 这个一个地基本还是玻璃下来的 静静流淌的平江河 依偎着古老的平江路 在粉墙带瓦 砖木花窗的老建筑内 平江路上的商业形态 大多和苏州的风物人情相连 诉说着老苏州人的生活方式 像这个旗袍在三十年代的时候 是被我们定为中国的国徒 现在呢就是 是有越来越多的女孩子喜欢 很多外面的游客 到了咱们苏州来都要挑一件旗袍 享受完苏州平江路的宁静 让我们再到同样历史悠久的福州南后街去逛一逛 如果说位于福州市中心的三方七项 代表着老福州的方向生活 那么贯穿期间的南后街则是老福州的缩影 南后街北起扬桥路口 南至吉壁路 全长一千米左右 从福州三方七项兴起到今天 一直是福州主要的商业街 在南后街北入口的石牌坊上 有一幅对联 是清朝一位举人写的 镇阳门外琉璃厂 衣锦方前南后街 把南后街和当时北京的琉璃厂相比 足以可见南后街的繁荣与热闹了 直到今天 南后街仍然聚集着许多福州老字号 南后街上都是两层高的小楼 整条街商铺林立 不经意间就走到了一家响当当的老字号 茉莉花茶的清香引得游人纷纷前往 逛了一天的南后街 来到这个地方品一股淡淡的茉莉花茶 真的是最适合不过的了 福州地处亚热带地区 气候湿热 降雨量充沛 因此生产的茉莉花茶质量上乘 福州也是我国著名桥乡 一百多年来 许多福州人远渡重洋 把茉莉花茶带到了异国他乡 据说在唐人街 很多中餐厅的菜单上都有茉莉花茶呢 首先看着外形 外形白豪比较多 而且饱满 油润的是比较好的 汤色呢 是要橙黄透明的是比较好的 香气持久为好 主要这三方面来辨别好的茉莉花茶 除了香气宜人的茉莉花茶 被称为福州三宝的脱胎漆气 油脂散和牛角书也都能在这里找到 福州的牛角书采用全手工打磨 造型美观 经久耐用 手感温润如玉 厚实 不起静电 有很好的护发效果 这个牛角书被称为福州三宝之一 为什么它会是福州三宝之一呢 这个牛角书经常书可以防止静电 促进血月循环 也不会那么容易滋长头皮屑 而且啊 有白头发的人经常书它 也不会使头发那么容易变白哦 爱美的女孩子来福州玩 一定要记得来看看 岁月变迁 如今的南后街 已经成为传统与现代相结合的 休闲文化商业街 代表着现代的咖啡馆 酒吧 牛排店等散步其中 与中式传统的窗帘 木雕 以及红灯笼 有机的融合在一起 成为这条古老街区的 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或古朴或现代 这些各具特色的商业街 不仅记载着这座城市 商业发展的沧桑历史 也体现着这个城市的 个性和独特魅力 成为了所在城市的 一道靓丽风景线 如果您有机会 到那个城市去的话 就一定要到那里 去好好地逛一逛 每逢国庆长假 不少人都会选择出行游玩 也有不少人 会利用这个时间走亲访友 今天我们的记者 将带您从北到南 去品尝几道美味佳肴 并向您介绍这些美食背后 一些鲜为人质的故事 现在就让我们一起出发吧 首先我们要去的地方 是位于我国东北地区的 吉林长春 在这里有一道 叫做明太鱼的美味 它一直是朝鲜民族 最喜欢食用的传统菜肴 要问长春市 最有特色的美食是什么 那就要数朝鲜族特色美食了 而在朝族特色美食中呢 明太鱼又是 最具代表性的一种食品 那么今天呢 我就要换上这套厨师的服装 来和专业的厨师师傅 一起学习制作一下明太鱼 待会儿呢 我们还要一起品尝 明太鱼正式名称为黄线霞雪 每逢清明节这一天 朝鲜族群众家家户户都要吃明太鱼 有关它民族的来历 还有一个动人的传说 在很久以前呢 朝鲜族人发生了这个自然的灾害 然后有很多人就是 因为装叫颗粒无熟 很多人都饿肚子 有一天呢 一个叫朴明太的这么一个人 在海边发现了很多大鱼 然后这个时候 他把这个大鱼全部都抓回去 救了很多人 吃不了呢 他就把这些这个活鱼晒成杆 再后来啊 就是人们为了这个纪念 这个朴明太的这么这个人 然后把这个鱼的名字呢 就以他的名字命名为明太鱼 也是为了纪念这个朴明太这个人 明太鱼的做法有很多种 但是利用朝鲜族辣酱焖制 是一种很经典的做法 辣焖明太鱼 辣焖明太鱼 那先给我们介绍一下 就是制作之前的准备工序吧 先把这个明太鱼呢 先用清水把它洗至干净 然后开汤 把这个内脏取回来之后 改刀 就是咱们提前需要做的鱼的准备 还需要 配料呢 配料呢 是鱼籽鱼白鱼肚 还有花鲜子 白萝卜 这一款呢 鱼籽鱼白呢 是这个营养更丰富一些鱼肚 然后花鲜子和白萝卜 是提前的一个 一个主要的一个作用 首先将豆油烧热后 加入蒜末爆香 然后再加水煮沸 大火汤滚之后 放入盐 白糖 牛肉粉 海鲜粉 并将鱼籽鱼白鱼肚 还有花鲜子 白萝卜 依次加入 最后是朝鲜族辣酱 加完辣酱之后 汤汁颜色变为酱红色 然后继续大火烧制十分钟 最后放入味精提鲜 至此 这道鲜美香醇的辣闷明太鱼 就可以出锅装盘了 我们来尝一下怎么样 从这里开始吧 我都不忍心加了 大家看这个明太鱼的鱼肉呢 是这个蒜瓣形的 而且里面的刺 只有一根主刺 所以大家在吃鱼的时候 不用担心被刺卡到 可以非常放心地 大口地咽下去 品尝罢东北的明太鱼 接下来我们要向观众 介绍一道苏州名菜 樱桃肉 樱桃肉是苏州古菜之一 既传清乾隆年间传入宫中 洞桥以照路载 清代苏州有果子肉 即以肉烹制成各种果子形状 樱桃肉便是其中的一种 师傅咱们这个肉 在选材上有什么讲究吗 有的 正常我们选的是猪的五花肉 硬类 因为它是肥瘦相间的 就是有五层 这种肉最好的 张书超介绍 樱桃肉的做法 首先是将猪五花方肉 切成正方形 重量一般为一斤六两左右 用旺火将水烧沸 待五花肉烧至八分熟后 再取出进行划刀 我们的肉呢 已经擦熟了 擦熟以后呢 然后切这样的花刀 其实正常是我们现在 酒店里是1.5公分 1.5厘米正方体 然后深度呢 也是一公分的样子 因为太浅了 它就是它的花纹开不出来 太深了 烧烂了以后它会摊掉 所以就是主要是这个点 然后我们这块肉就可以烧了 接下来继续将肉放入锅中 加入红麴米 葱结 姜片 盐 黄酒 加盖烧费上色 我们现在盖上盖子呢 就是可以烧六个小时 烧六个小时以后呢 然后我们把葱姜剪掉 然后再加糖 因为这个糖呢 不光是掉鲜 还有它最主要是增量 然后让这个肉有肉的香味要出来 六个多小时后 一盘色泽樱红 光亮月幕 酥烂肥美的樱桃肉 便大功告成 这个肉香不香啊 对 闻起来好香 我要赶快尝一下 你要尝 好的 哇 我看起来感觉是好肥 但是吃起来不腻啊 就是啊 因为我们要煮七八个小时 它那个里面的脂肪全走完了 就是留下肌肌组织 你看 我稍微动一下 你看会抖动 对 像果冻 对 像果冻 领略了樱桃肉的风味 我们再来品尝一道荔枝肉 在福州 几乎每个老福州家庭主妇 都会做这么一道菜 来在我面前不知道 它就是荔枝肉了 四个带黄菜上去卖香不错 那啊 荔枝肉 酸酸甜甜的 非常酷 所以为什么没有吃到荔枝呢 其实荔枝肉的主要原料 也是猪肉 把猪肉切成斜条 油炸后就会卷缩成荔枝的形状 那么这道菜为什么叫荔枝肉 跟荔枝又有什么关系呢 大家都知道 一记红尘非子孝 无人之事荔枝来 说的是杨贵妃 而大家不知道 在这杨贵妃之前啊 还有一位梅菲 当时深受皇帝喜爱 我们这个荔枝肉呢 就与梅菲相关 梅菲是福建莆田人 莆田圣产荔枝 而梅菲到了宫中之后 巨家遥远 思乡心切 所以他随身带着这位厨师 就想办法 想让梅菲开心 做了这道荔枝肉 后来在安史之乱的时候 梅菲自尽 而这位厨师 就从宫中逃了出来 把这道荔枝菜啊 就流传到了民间 势在相传 荔枝肉最流行的做法 是将猪瘦肉切片 叼上十字花刀 然后切成三角形 放入油锅煎炸 肉片卷缩成荔枝形 放入番茄酱 香醋 白糖 酱油等调料 就可以了 如果要做得更像荔枝 还可以在肉片中加入马蹄 做包心的 就是要这样 不整进去 拿进去 放到 也搭回去 怎么黏一下 那就拿后 平方可能换点 平方拿后 这个拿进去 这样包进去 这个就是包在里面 这个就是包心 这个 师傅向记者介绍 千百年来 当地演化出了千百种荔枝肉的做法 比如传统做法 调色用红曲 现在就用番茄酱了 不过 不管做法怎么变化 有两点是不变的 外形像荔枝 味道也要像荔枝 我们的文字有像形 如果菜肴也这样分类了 这个荔枝肉就是像形菜了 就像老婆饼里面 吃吃老婆 蚂蚁上心里面也没有蚂蚁 我们的荔枝肉 虽然没有荔枝 但是荔枝肉最高境界 应该是形状像荔枝 颜色像荔枝 而味道比荔枝还要好 我国的饮食文化丰富多彩 烹调技艺也是各不相同 美食的味道不仅仅让人回味无穷 其背后所蕴藏的文化内涵 更加让人难以忘怀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 地域性的传统美食 正在为越来越多的人 所认识和品味 好的 感谢您关注本期节目 再见